巅峰时期的詹姆斯无疑是NBA历史上冲击力最强的球员之一,尤其是在当今这个不太崇尚对抗的时代,他的身体简直就是B.U.G的存在,对比体现差距,陆军传奇小前锋保罗皮尔斯身体同样非常强壮,他是詹姆斯职业生涯最大的对手,作为此对头,皮尔斯曾表示詹姆斯的身体实在变态,在每次和他对位之后浑身都要算动好几天,被詹姆斯撞一下是怎样的体验? 我们普通人是体会不到的,估计被撞一下就要禁医院料,NBA球员各个都是钢筋跌骨,詹姆斯则是钢筋跌骨中的人类标本,在进入联盟初期,詹姆斯带领席是合活塞在季后赛相遇,长边记者表示能够清楚地听到詹姆斯和大本的肌肉碰撞声,是那种金属相撞的闷响,在比赛中我们经常会看到防守者试图阻挡詹姆斯,结果被直接撞飞,这些球员恐怕都承受了身心的击力, 巨大挑战,必须要防,也必须要遭受重击轮为背景,中国小巨人姆宁谈到第一次和詹姆斯对抗,表示被新秀时期的詹黄撞一下就如同板团拍在胸口上一样,为料到他一个带球撞人,必须要承受千军之力并倒下,就像是被子弹射穿,2008的奥运会上,姆宁想要造快攻中,詹姆斯进攻犯规, 结果在身体略微向前发力的情况下依然被放倒在地,而詹姆斯丝毫没有失去重心并强硬将球打进,詹姆斯在突破内线后经常会遭到高大球员的阻截,可别看他门的子高,相反下盘不稳,而詹姆斯就如同一辆全力加速的坦克撞到土墙上, 安蒂奇,大洛佩茨都曾想要阻挡詹姆斯进攻篮下,结果联盟最大一级蹲位的中锋却被干脆的撞搬在地,关键的并不是大中锋倒料,而是詹姆斯的身体从来没有受到过影响,或要对手不犯规恶意拉转,常规的方式根本阻挡不了他,除了身高体壮的球员,同位置和小后卫就更不用体谅,今年33岁的詹姆斯在季后再终,依然是打爆一切的存在,任何体型任何位置在他面前, 都形同虚设,现在詹黄的得力助手芬沃尔在老英时期增于詹黄交手,在快空中边防边退用尽全力防守,结果老詹毫不理会直接抢起上篮,就像捅破一层窗,素质一样简单,攻进攻凝的白人球袁新里奇,想要补防老詹,结果直接被撞倒,并打肚本而飞出料场外,球员尚且承射不料,就更不要说普通人料,曾有长边的一个美女球迷被救球的詹姆斯壮哥满怀,结果是紧布, 被固定后抬出墙外,一名被詹姆斯撞倒的射向师表示,就像是火车头冲上来一般,先莫不要去阻挡高速行进中的詹姆斯,就如同不要去阻挡正在行驶的火车头,这样看来,我们不仅要感叹詹姆斯的强大,更要致敬那些敢预叫詹姆斯带球撞人的职业球员,感谢观看,喜欢士兵的朋友,赏一个订阅吧。